上方范立檔跟云南白板之外有一個教學論壇 那這個教學論壇就是我之前錄影的啦 如果說假如你擔心你對於ECAL不熟 然後對VBA也不熟 程式也不熟 你擔心會跟不太上 然後你想要預習 你想要知道說之前我曾經上過課程的內容 你想要先看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加到上方的這兩個 一個是2002年的 等於是去年的錄影 一個是2020的 那大概就是這幾年的那個上課錄影 然後當然第一個你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然後有一個要求加入群組 告訴我你是 就是我們原製中語系的學生 然後會幫你加進來 那記得要填一下字 因為外部很多人想要加進來 那我不對外開放的 只限於上課的我們上課的學生 當然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把它學好 而且你有一些時間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預習一下 先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對 不管說你未來念哪個科 就是是不是繼續念中語系 或者畢業之後 其實一定也會派得上用場 但我跟各位講過 目前因為你還沒有就是還沒出社會 還沒上班 所以你可能感受不到 然後這個問題也許你可以跟已經在就業的啦 或者是你爸爸媽媽 他可能在辦公室的話 辦公室裡面絕對都會用得非常多 哪怕不一定辦公室 只要工廠 或者是只要有資料的地方 現在好像沒有地方是用紙本的 還用寄的 沒有人在用紙本的啦 全部是電子化的 電腦化的 所以如果電腦化 那用哪個工具最簡單 你會發現 其實每一台電腦都有e-sail吧 如果那一台電腦沒有裝e-sail 你會覺得這是電腦嗎 這可以用嗎 對不對 你會覺得這怎麼用 沒有office Word e-sail powerpoint 所以其他軟體就不一定了 因為其他軟體 可能會裝 可能不會裝 但是這些軟體一定會裝 那當然如果你在熟的話 基本上在一般工作上應用也就非 那不只是在將來畢業 好像之前有同學在社團也是一樣 社團有別的科系的 然後為了要共同解決一些些資料的問題 就好像其他科系都不會 因為剛好我們系有學過這個 他馬上就把那問題解出來 大家都瞪著眼睛 看著你怎麼會 你是哪系的 中語系 他覺得說不可思議 一般的科版印象好像跟我們說 中語系好像這應該是最弱 這應該是最強的 那當然沒有人說一定 好像念了文學 念了中語系 就一定 電腦一定要很弱 有一定這樣嗎 不一定 或是你是女生 你電腦怎麼會這麼厲害 你不要有科版印象 我覺得這當然 所以你要顛覆這樣科版印象 可能你還是要多做一點點 事情 而且我覺得在這個年代 這個時代你要有這時代的樣子 你不要說這時代你還學古人 這也沒有錯 古人有古人 因為古人有古人的環境 你可能在當代 這個作詩作詞 因為那個年代 詩是可以唱的 只是那個曲不見的 曲大部分是可以唱的 那時候的那個 你說蘇東坡其實在那年代 就是周杰倫 OK 為什麼 因為他是作詞 很有名的 我在想說 他應該也幫一些會唱的作詞 所以他應該算是周杰倫 後面那個作詞 對齁 類似這樣的角色 而且他自己也會唱 可是這年代是很流行的 這年代當然你像周杰倫 一定是很容易致富的 對不對 可是這年代你還做詞 基本上 只能算是 你對古代很有研究 那你對現代 可是現代流行什麼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現代人 喜歡的方式一定是跟古代不一樣 那你可以轉換一下 雖然說有不一樣 但是很多都一樣 人性都一樣 對不對 你說怎麼變 能變到什麼地方嗎 你說 喜怒哀樂這些東西 能變嗎 你的快樂 幸福 的感覺 其實都很簡單啦 與其再多 跟你再多財富 你會快樂嗎 其實反而你會發現 你擁有了財富之後 你會得到快樂嗎 不見得吧 對不對 我覺得反而 後來跟一些朋友聊天 快樂的人大部分都還要有時間 如果沒有時間 你怎麼快樂起來 所以要有錢還有閒 可是你會有錢都閒不下來 每天都在想說怎麼賺錢 怎麼賺錢 對不對 所以 當然相對的不滿足的話 相對 幸福感也比較弱 所以你會發現很幸福感 幸福感 值數很高的人 脫貫都是知足的人 因為他覺得 現在就已經非常好 然後懂得感恩的人 感謝 隨時會覺得 身邊的每個人都對我很好 不管怎麼樣 就覺得這個人真的太佛心了 自然你就會覺得很快樂 可是如果你覺得不滿足 隨時都不滿足 你當然不會覺得說 人家對你的好是好 而且說應該的 應該的 對不對 這點我覺得其實可以思考 有時候 像上學期也是一樣 你們學長寫上課的時候 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跟你父母親聊 反而多了一個話題 像那個 跟爸爸沒什麼話聊 突然聊到這些東西 他工作上爸爸剛好需要 爸爸反而最起勁 你們最近上了什麼東西 每次都問他 所以增加了一個聊天的話題 我想 如果想要多那個 就是 在 預習的話 可以 先把這個先看 加進來的話 其實就是每次上課 反正每次連結這邊都有 那之前 在 台師大上課的時候 錄影的 那當然第一次到 第14次就比較 比較 這個 複雜一點點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 自己再 自行加入 這個沒有強迫 然後 再來的話 今天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那一樣把那個答案部分的話 放在那個 就是 文字語之外的函數裡面 那當然 這邊第一個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REPT加LEN 那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 就是 REPT好像 我記得 我有講 講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請各位 自己練習 這有講嗎 REPT 有嗎 蛤 這個有講到嗎 有嗎 有 然後LEN LEN好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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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這個 沒講 所以長度好像有講 所以如果你要用那個 函數的話 當然基本上就是 超函數 那第一個當然 以SEL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函數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函數不熟的話 不要說你會用以SEL 挺多充其量 你就是會開 以SEL而已啦 OK 那很多人其實把以SEL拿來當跟計算機一樣 他不會用 那你說他會嗎 其實他 實說真的是 不太 所以以後 如果啊 一般公司用人要考試的話 就考你函數就好了 函數幾個問題給你 你會做得出來 那表示你是會的 那如果你給你一個問題 結果你做不出來 那表示你女要說 比如說你這個問題好了 性別 這個性別 就是身份證字號的第幾碼 應該知道吧 第二碼 如果你第二碼 假設1的話是男生 2的話是女生 應該沒有其他的 只有1跟2而已 好 那當然了 現在不是說叫你用眼睛看 這個1是男 所以填路男 那2的話是女 填路女 可是我現在是希望用函數喔 所以你要思考說 有哪一個函數 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基本上當然你思考很簡單 第一個 把這個身份證字號的第二個字取出來 OK 取出來是1的話 那就是男生 2的話就是女生 所以會需要兩個函數啦 對 一個是MID MID MID的話是MID 區 中間的文字就是MID 然後再來就 如果是1 那就是男 反字就是女 那就是If 邏輯 所以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那我們分兩階段做啦 一般習慣是1 游標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你要做換 當然你做完其他項下填滿就可以啦 然後插入函數嘛 那首先的話 當然你可以在文字類裡面找到MID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找到MID 它會需要三個參數 1是什麼文字 就身份證號 2的話 哪個字開始 從第二個字開始 NumberChase是幾個字 OK 按確定 分別填上它要的問題的答案 1 我給你身份證號 2 我要從第二個字開始 第三個問題要幾個字 我要一個字就好了 好 那你分別給它它需要的文字的話 它就會給你你需要的答案 OK 所以其實函數簡單講起來 就有點是 怎麼樣 它幫你去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一個方法 所以函數白話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裡面的話有250幾個 那意思是說它可以解決250幾個問題 那如果沒辦法解決的 那就要用VBA了啦 OK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學VBA 就是很多 一次有裡面沒提供的 那怎麼辦 如果不會啊 說真的 你難道要土法練鋼嗎 那如果資料量幾萬筆 幾百萬筆的話 你還土法練鋼嗎 這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要寫VBA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還有一個部分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1 它是那個什麼呢 前後有雙引號 有沒有發現 如果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它是這個文字1 那所謂的文字1 指的是什麼 跟那個數字1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呢 數字1是怎樣 這個部分的話 它們兩個是不一樣 這個是文字 這是數字 所以在以色列裡面 它不會把它當一樣的東西 雖然我們眼睛看的時候 是一樣的 但實際上在以色列是覺得不一樣 不一樣的話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這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得到1 你如果像這樣填滿 它會得到什麼 中間的 等於第二個字 當然第一個動作做完之後 可是它不是男女啊 那怎麼辦 第二個步驟一般習慣 會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OK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再利用第二個函數 就是if來判斷 所以記得要剪下之後 然後把它再插入一次 使用邏輯 因為要邏輯判斷 你沒有if 一樣會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的邏輯是什麼 邏輯就是 如果這個問題答案為true的時候 所以這個等於1 如果它是1的話 那true就是如果是1 那我就要是男生 反之的話那就是女生 那我先改一下 因為我輸入法習慣用倚天 那這邊改成男 那特別的注意 如果你輸入男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移開 它會自動加雙以後 有沒有OK 如果已經加 你就不用加了 不過理論上自己加 是需要自己加的 移開也有 當然你會發現 這個邏輯好像對 但是你按確定之後 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奇怪了 這個地方不是鎖的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個錯誤 哪個錯誤 不怕各位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如果你看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 你將來在使用函數 相對是 觀念是比較正確的 看得出來哪有錯嗎 如果這個是一個條件 如果這兩個相等的話 對 對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剛剛 特別講的 這個數字一跟文字一 當然這個也是 一般人 非常非常容易出錯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 我遇到很多很多 就是上班族也是一樣 他說老師奇怪了 明明我公司都對 但是問題最後結果不對 就像這樣子 他一直覺得說一定有問題 但他找不出問題 我剛剛講說 你檢查一下那個資料 數字跟文字差異 他一比一下 發現對 因為這個的話 這個裡面得到的是 剛剛有顯示 所以這個是文字 那這個是數字 所以兩個一定不相 那怎麼辦呢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把後面 也變成這樣子 那這樣兩個就相等了 要不然就是說 如果這個不改 你可以把這個 變成這個就可以 那兩邊就match 有沒有 所以左邊改 或右邊改 當然你工作上可能 兩者都會遇到 因為有的時候 後面那個一 他是來自某一個儲存格 他不能改 那你變成你要改前面 會有那種狀況 所以啦 我們先用第一個方法 就是說這個 加一個前雙以後 後雙以後 好 這樣子 OK 你會發現後面也會 狀態也會變 本來是Force Force是不對 不是 不一樣 他會變成True True的話 就是變成一樣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那這個問題 就正確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打開 然後先練習第一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 這個是 就是做 判斷那個 身份單字號的第二碼 然後取得第二碼之後 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試試看 然後再次開箱 就好看 然後再次開箱 再次開箱 再次開箱